啾啾的奇妙冒险 日漫界成就最高影响力最深远的老牌系列作品之一 同时也是业界头号名耿名场面名台词制造机 虽然啾啾的优秀追求绝不止因为耿 但那耿的出圈程度 啾耿的影响力可以说任何一部动漫作品都无法相提并论 那肯定是这位啾熟头子的工作呀 老规矩 韩音用法出出原片我都会一一解释加放松 排名不分线后上榜各评本事 还请随手点个赞进入正片 明耿之一 我不做人了 根据业界普世规律系列作品必有耿王 耿王必有巅峰个人修 在啾啾这里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投给迪奥的不做人圣经 逼各种战斗翻奇幻翻例 使用非常规非正当或者非人类的歪门邪道士 均可致敬一波经典不作人 泛用度高的离谱 甚至这个巨师也被网友玩出了话 随随便便就能造出一堆耿剧名言 我都可以拿原句现场举个例子 明耿之二 词曲一出 非死即伤 大卫社的啾啾配乐制作 向来是顶中顶中顶 随手一捞全是名曲 当UP不知道几个角色处兴曲 简直都不好意思剪视频 而且一种最出名的 可以夸下海口说 但凡上网就不会不知道的 当然还是这首啾啾一二部的一滴 Yes, round, but 也就是传说中的 词曲一出 非死即伤的标准结局神曲 虽然大卫社的初衷可能并非如此 但事实就是 这首一滴 基本已经成了节目效果的代名词 堪称史上最出圈的动漫一滴 搞笑视频的观众说不定 比咱们还要熟悉 各位请看 而这首曲子拿到啾啾自己这里 小剪一下 也是相当的适用 各位再看 明耿之三 你给卖打油 二肖可以说是历代舅舅里最有趣 头脑最好的一位 虽然实力倒数 但凭借之力 无数次绝地反反 反败为胜 老东西身上梗一大堆 但最出名的还是他和史特雷一战 二肖先是无情汤姆逊波纹技奏 接着展示一波枪托的正确用法 最后一轮 手雷连爆 完美邪魔 那 妙就妙在 你完全无法反驳 打不过就跑有什么不合适 合适的不得了 正所谓三十六气走为上色 果然二桥永远在第五层 这梗的泛用度 完全不输团长的卡其托利泰 基本属于角色逃跑时的半生弹幕 明耿之四 一脸无敌 众所周知 在究究里 无敌向来是个要命的debuff 上一个说 无敌的不是停止色口了 就是已经被救护车逾越送走了 能顶得住这一口死亡毒奶的 也就只有无敌的 乔家战神空调成太郎 毕竟是从第一部一直豪横到第六部的男人 只要有卖一枪 谁在称无敌 哪个敢言不败 再加上面谈高冷的特点 一脸无敌就成了成太郎的专属形容词 他的几句口头禅 比如 还有最常用的 均成为无敌男人的代名词 而这几句话也都是日漫里的常用语 所以每当这些类似的台词出现时 大家就会惊呼 发出了无敌的声音 看着一脸无敌的样子 不得不说 能把无敌玩成角色专属名词 除了曲玉老师 貌似也就只有卖鱼枪做得到了 鸣梗之舞 咋挖鲁多 咎咎的空耳梗数量 怕是被迪奥的小面包还要多 但绝对不可能有哪个空耳 会比咋挖鲁多更致命 别人发动替身能力 喊一嗓子自己知道也就成了 但屌爷可是个场面人 发动时停时 酷子务必要睡 表情一定要狂 嗓门必须要打 发音一定要歪 不喊出六亲不人的气势 就不是我迪奥不烂度 这一嗓子 我愿称之为子安五人代表作 魔性指数简直浪漫 要说这石亭在日曼里 也不是啥新鲜玩意儿 笑叶琥珀小美艳等不少人都会 而且都比得要强不少 但牌面还是在屌爷头上 毕竟强是一个版本的活 帅可是一辈子的事 所以每当时停能力出现时 满屏幕乱飞的 必然还是咋挖鲁多 明耿之六 我真是嗨到不行了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才叫放飞自我 建议直接给他看这一段 按照热血脉基本定律 反派开打必自暴 得势必上头 残血从步不到 屌爷作为黑暗势力 模范不死 这几条陋席他是一条也没占 不然怎么打得了无敌的阿强呢 可惜他吸了二小血后 还是不可避免的当场失职 做出人类迷惑行为大伤 这彻底放回自我的姿态和语调 难怪子安从此就在变态的路上 策马奔腾 后劲太大了 根据上述的反派必上头领律 嗨刀不行就成了调侃失质反派的经典耿剧 同时带有强烈死亡flag性质 毕竟这个状态的boss 下一秒不是被欧拉到裂开 就是被母大导死都死不了 明耿之七 这是替身攻击 这句话最早在波波口中提到过一次 不过只是一笔带过 并没有引起观众太多关注 直到第四部廉价把戏出场 暗门卢班在目睹对方替身能力发动后 这句台词才正式登场 有前因有场景有动作 按道理这应该才是此名剧的正式出处 不过盲猜你们对它的了解 可能多半来自于这张图 很可惜 这是P的 原话是这样的 但P图确实P的很灵魂 在旧旧的世界观下 替身的攻击向来是难以捉摸出人意料 所以衍生到其他作品里 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攻击手段 就经常被戏称为替身攻击 理解这个梗的同学看到时 肯定会会心一笑 明梗之八 但是我拒绝 就就整个系列里被致敬过 最多次的超模型名场面 你看路半不愧是荒漠老妖的小号 这牌面给的真是没有一点折眼 此台词出自公路之行战 路半被喷上越野的替身 逼到束手无策 对方威胁 只要路半把仗主引进陷阱里 就答应饶路半 又是一个牢牢刻进DNA里的 究其名场面 以极高的实用度 被几乎整个AC这群花式玩梗 比起观众 业界内部的玩梗 甚至还要更加放肆好几个把杜 游戏人生第三集 和奇梦男兄第二集的第六集 双方就是直接来了 完全不见眼神的恶告 各位请看 所以此时隔壁奥巴有一张图 就非常适合当下 都是致敬 鸣耿之酒 不要靠近我 黄金之风的耿不算多 跟两位主角的 Young Girl Star和电车吃汗比起来 倒是谢老板的演艺名场面 更加泛用一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有很多人把他和另一个名场面搞混 那就是 你不要过来啊 而老板则是被黄镇的 求生不得求死 不能debuff搞到头皮发麻 心态炸裂 疑神疑鬼草木结病 连个小女孩靠近 都能把新日黑帮巨头 吓出炸裂演绎 这个播不能说是很丢人 简直就他们是神败秉烈啊 所以如果再有这种类似的场面 我非常建议大家刷迪亚波罗这条 反正意思差不多 还能顺路迫害一下谢老板 为什么不呢 鸣耿之石 欧拉姆大 热血漫里角色出拳的女生词 并不是九九手创 也不是九九发扬过大 也见首个广为人知的女生词 应该是来自北斗神仙的主角 剑刺狼 而北斗神拳又很明显 是在致敬功夫大师李小龙 尤其是他初拳时的怪猴 但要论现在的AC这些 让初拳你生死火遍全网 几乎人尽皆知的 那肯定还是要归功于荒木老妖 和这两位一米九的猛男 以及他们背后两位顶级圣优 小野大副和子安无人 曾经国内大阪拳时代还未开启时 九九第三部OP的欧拉姆大特效弹幕 绝对算是B站的一大代表性风景线 所以最后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场由观众和作品 共同缔造的顶级视觉盛宴 那么这些梗牌点就到这里了 最后请务必允许我再说一遍 舅舅以梗文明 但绝不是梗让他达到如此高度 完梗只是为了娱乐和更好的了解作品 希望各位在了解这些梗后 能适当使用切记乱爽 不要再带回乔家奉饼了 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就请点击关注 无论新老观众都请长按大拇指一键三连 过年天天走进创门陪喝酒 还抽空做视频的日子 真是一言难尽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